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常量保存不变值 什么意思 就说今天我要给您讲解一下TS当中的常量 常量是干什么的 保存咱们在系统中不可改变的值 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 常量的定义方法 第二 常量的用处 好 咱们先看一下在TS中如何定义常量 好 下面是定义常量的语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Const 这个Const不光是TS 在其他的语言中也都是一样的写法 对不对 然后是Const 说明这是常量 然后接下来跟常量的名称 类型 然后说一个默认值 这个和定义咱们变量是一样 只不过咱们前面的关键字 不是W 不是Light 而是Const 就这么一个区别 好 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举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想定义一个数据库的连接串 该怎么写 这个数据库连接串 在咱们整个系统中是不变的 对不对 只要咱们系统一启动 这个连接串就固定下来 对不对 咱们看 Const DBStream 没问题吧 然后它是字符串形 然后后码是一串 数据库的连接串 没问题吧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把它输出一下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这个代码的例子 我这建一个测试文件 今天咱们的主题常量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 是在咱们所有的系统中 都会用到的概念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知道 它的写法 以及它的用法 好 我这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咱们直接编译 常量真的 不管哪种语言都有 为什么GS中就没有 我看 TS1是TEST.TS一回车 注意看 因为我是在虚拟机中运行 所以说虚拟机有点慢 真的是请您见谅 然后NodeTEST.TS1刚才咱们编过的GS一回车 大家请看 咱们直接在控制台中输出DBStream的内容 那么就把这一串内容输出来了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是常量对不对 那么我要想改变它行不行 如果是变量的话 肯定是可以改变里面的内容 如果是常量的话 咱们直接让DBStream等于一个新的DB串 行吗 这个时候会报编译错误 咱们运行一下 咱们编译一下 不是运行 咱们编译一下 注意看 因为VSCode对这个TS知识比较好 所以说它在这个ID中 就给它提示 这个地方是错误 但是咱们不管 咱们看 不能够分配DBStream一个新值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DBStream 咱们定义为常量 非常的重要 咱们在做系统设计时 一定要把在系统中不变的量 定义成常量 绝对不要定义成变量 更不要定义成全局静态那种 魔能两可的量 一定要定义成常量 OK 好 咱们再回来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 四阵型的常量 接下来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数组型常量 怎么用 大家注意往下看 把它拷围过来 大家请看 我如何定义数组呢 一般咱们是Var或是Light 然后跟上一个数组名 然后跟上一个数组类型 再跟上一个中或号 代表这是一个数组的量 后面呢 给一个初始计划的值 给一个初始值 默认值 对吧 然后呢 我不用Light 不用Var 用Const说明这是一个不变数组Data 然后呢 我输出这个Data里面的内容 马上运行看结果 TSC 这数组的概念 我还没有给您讲到 以后会给您讲到 其实以前我做这个ES2015 或说ES6的时候呢 已经给您讲过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的那套课程 好 咱马上编译会撤 肯定能过 对不对 这我都经过测试了 过了之后 Node空格test.js运行 没问题吧 数数数组 里面有三个元素 100 200 300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我要给它 付一个新的数组 能不能付 注意看 打开 大家请看 Data初期化 是一个数组 100 200 300 我想把它变成 10 20 30 行不行 这样写的话 肯定要报错 为什么 常量对吧 试试 编一下 注意看 报错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常量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想改变里面的值 该怎么做 首先说 如果咱们是Stream 是整形 布尔形 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是数组的话 它其实常量指的是 数组的地址是常量 里面的值是可以改变的 怎么改变 往下看 这个地方正常复值 数组的地址并没有改变 但是数组里面保存的值 可以改变 这个是数组常量特殊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请看 我这个Data是常量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一点 就是说 常量咱们定义成大写 这是一个好习惯 刚才我那db词顺 其实没大写 不好 咱们看 咱们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或说第0个元素 我把它变成10 第一个元素变成20 第二个元素变成30 这个时候咱们编译 看看能不能过 咱们改变的不是数组的地址 是数组里面的值 注意看 马上编译 过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可以改变 常量数组里面的值 这个特性 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然后咱们node 贴死点 回彻 没有问题 数组里面的值 由刚才的100 200 300 变成了10 20 30 没有问题 就是说 再重复一遍 数组的地址 不能改变 但数组里面的值 都可以改变 另外 再给您讲一个附加的 数组元素增加 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下 这个数组 一上来 我给了几个元素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分别对用下标是 0 一 二 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我这再给一个下标为3的数组 行不行 我给一个40 行不行 会不会报错 这个就是GS 或者说TS 灵活的地方 它不但不报错 而且还可以正常的使用 咱们看一下 马上编译 够 我的这个虚拟机美中不足 就是编译有点慢 其他都挺好 然后运行 稍等 你看 真的就有点慢 大家请看 数组元素又增加了一个 没问题吧 那么咱们再来 咱们再来 我再给您增加一个 比如这个是4 下标是4 然后这个是50 可不可以 试一下 其实我如果在本机的话 编译并不慢 没办法 在虚拟机 好 马上运行 也出来了 对吧 说明这里面的数组的个数 咱们是可以动态改变 仅仅是这个数组的地址 不能够改变 不能够这样 重新给它付一个新的地址 这个是肯定报错 但是咱把里面的值 动态的变更 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长量的用处 一般来说 在我做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主要这么几个方面 会用到这个数组的 或者说长量 不是数组 是长量 拿几个 比如说 咱们启动一个web用程序 或者说咱们启动一个程序 对吧 咱们可能要读一些个系统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写在什么地方 一般都是写在长量里面 对不对 比如说数据库的连接串 然后写一个json 比如说xm文件 写上一个xm文件的路径 比如说咱们临时文件家 这个临时文件都要存到哪个文件家上去 对吧 这些路径在哪配置 一般都要在长量里面配置 再比如说 数据库的连接串 一般咱们读入进来 系统一启动 就不会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 变成长量 你做变量就坏了 你做变量之后 你随便改的话 系统不就报错了 对不对 再比如说 像这个公司 地址 电话 名称 这都是一般是几年不会变的 这种东西 咱们在做系统设计时 也尽量把它做成长量 就好 然后还有这个画面表示信息 比如说用户登录室外 说您重新登录 或说做这个用户检测信息 用户提示信息等等 都可以做到长量里面去 当然 像上面我的这些信息 可以根据您的这个系统设计 也可以把它存到数据库当中去 特别是画面表示信息 公司一些个最新的情报 公司的最基本的情况 也都可以存到数据库中 这个是根据您的系统设计 来决定 这个时候是看系统设计师的水平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的 TS长量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非常的简单 但是就是非常的常用 您一定要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 好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